这期继续分享小镇第68篇 陈雷走了之后 钟相辉看着花园的这个傻子 一边看书一边到处转圈 但是谁拿它也没有办法 谁让人家有个好爹呢 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说人人平等的口号喊了很多年 但是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 在后面的人生过程中 哪有什么平等可言 所谓的平等 不过是给那些底层的人一点希望 所谓的这点希望 也是在黑暗之中看到的一点鬼火而已 稍显即逝 钟相辉坐在椅子上 看着眼前办公桌上摆着的文件 挨个拿起来看了看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的时间 这个时候陈文明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要和他一起去后面的食堂吃饭 陈文明和钟相辉之间 这种关系的融洽程度 在城关镇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以往镇长和书记的关系中 镇长一般处于弱势 而在上一届镇长陈涛敏和陈文明的关系中 陈涛敏仗着自己 曾经是县委书记杨良平的秘书 所以比较强势 而陈文明之进退 不和他一般见识 什么事情都躲着他 这才导致陈涛敏在城关镇历史上 是最强势的镇长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知去向 两人坐在食堂的桌子旁 服务员早已给他们准备好饭菜 虽然看起来是工作餐 但是这餐也太硬了点 因为这是为了招待组织部长 艾阳平而准备的 现在都给镇长和书记享用了 我听说陈涛敏出事了 吃饭的空荡 陈文明小声问道 你听说啥了 中相辉笑了笑 问道 据说是被球员摆了一道 小鸡鸡都没有了 陈文明说道 中相辉文言皱了一下眉头 这个消息到底是谁传给陈文明的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并不多 难道是从球员那里传出来的吗 陈书记 您的消息哪来的 昨天晚上 有个人请我去桃花镇山庄吃饭 是桃花镇山庄的服务员告诉我的 桃花镇山庄 现在还是球员的产业 据说在赵书记的关照下 都转给一个叫白雪的女人了 她原来是球员的手下 所以就等于是在替球员 掌管着桃花镇山庄 这个消息应该错不了 你去澳门和陈涛敏球员见面 不知道这是吗 陈文明问道 据说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我也是听球员说的 并没有亲眼所见 这种事情我怎么能见得着呢 我也只是见了球员一面 不过我是和杨冠宇一起去的 杨冠宇现在干什么呢 中相辉不知不觉间转移了话题 因为他不想就这件事情和陈文明深入探讨 这里面很多事情都不能对别人说 如果探讨得深了 陈文明问起来 自己不说 又显得有些不相信他 如果是说了 让赵汉良知道了 很可能又迁怒于他 那家伙回来之后 就去市里了 去市政府办公室了 据说是要给霍启张当秘书 不过现在好像还没有 但是他走之前我见过他一面 感觉这个人和以前相比 发生了很大变化 哎 突遭变故 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现在也只能是看别人脸色了 和以前的玩世不公相比 现在感觉成熟多了陈文明摇摇头说道 如果他跌死了 他还和以前一样 那用不了几年 他就废了 家里有再多的钱 也不禁他败家的 这次去澳门 他好几次邀请 我去赌场赌一把 我都没有去 但是这家伙 自己倒是玩得挺欢 回来告诉我说 赢了好几十万 看来这运气转移了 钟相辉笑了笑说道 什么人都有他自己的命 这命啊 抢求不得 所以以后这家伙怎么发展 还真是不一定 看他那很辣的样子 我觉得 将来可能还会成一个人物呢 陈文明笑了笑说道 那不是我们该管的事 爱 以茶代酒 老领导我敬你一杯 以后多多关照 在这城关镇 你可就是我的靠山了 钟相辉直接说道 陈文明非常高兴 但是听钟相辉这么说 他还是下意识地向周围看了看 你这家伙 我是书记 你是镇长 虽然还没有通过选举 但是 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哪有镇长这么和书记说话的 我们是搭班子干工作 哪有什么靠山不靠山的 以后这种话少胡说 陈文明说道 这不就咱俩人吗 再说了 你是我的老领导 从棋盘镇就是 到现在还是 我这么说也没错啊 钟相辉说道 陈文明见钟相辉这么说 心里一块石头悄悄落了地 因为即便 他和钟相辉的关系再好 但是如果钟相辉来了之后 就摆起了镇长的派头 什么事情都和他对着干 那自己不是引狼入室吗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确实是需要一个人 把城关镇的工作撑起来 而他认为 钟相辉是最合适的一个人 不但是有能力有点子 最要紧的是他和自己熟悉 如果自己稍加点拨他 能把自己供在前头 那么自己就可以容他 如果不能 他还得想办法 再把钟相辉挤走 虽然这里面的事情 很费周折 但是有些事情 值得尝试一下 不然的话 这城关镇的工作没人做 如果再派一个强势的镇长 来和自己相处不下去 那自己就真的是 被架在火上烤了 以前陈涛敏在的时候 自己和他不对付 很多人会觉得 陈涛敏是因为有后台 所以比较跋扈 但是如果再派一个人来当镇长 自己和镇长 还不能融洽相处 那么别人怎么看他陈文明呢 所以 他把钟相辉搞到这个地方来 目的是 既要利用钟相辉做工作 也是想在钟相辉的人品上赌一把 他赌钟相辉会服从他 不会和他对着干 那么想来想去 在权限范围内 符合他条件的 也只有钟相辉了 虽然是第一天上班 但是钟相辉已经正式开展工作 看着手里的工作计划 这是党政办接手的县委办和县府办要求的材料 钟相辉看了一会儿材料之后 起身到了门口 他不知道 那个叫做周琳的副镇长到底在哪个房间 于是在走廊里喊了一嗓子 周琳 周琳副镇长 钟相辉在走廊里喊道 其他办公室里闻听有人喊周琳 于是纷纷探出头来 但是这些探出头来看热闹的人都不是周琳副镇长 周琳呢 周琳副镇长呢 在哪儿 没来吗 钟相辉奇怪地问道 党政办主任陈磊听到钟相辉在走廊里叫周琳副镇长 于是放下手中的笔赶紧走了出来 钟相辉看陈磊出来了 于是后退一步缩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而陈磊也会议地走到走廊尽头 进了他的办公室 周副镇长没来吗 钟相辉问道 来了呀 他就在陈书记办公室旁边那个办公室里 不过我这会儿没看见他 上午来了 可能这会儿在睡觉吧 陈磊说道 这都几点了还在睡觉 下午不上班吗 钟相辉皱眉看了看手机问道 钟镇长 要不这样吧 你先等一下 我去他房间看看 陈磊说道 但事情的结果让钟相辉感到比较意外 就在陈磊刚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 周琳副镇长打开了他办公室的门 睡眼惺忪地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肩膀上还搭着他的棉服 周镇长 你怎么睡着了 钟镇长找你呢 陈磊说道 行 我知道了 一会就过去 周琳说着 快速经过陈磊的身边去了楼下 陈磊明显看见到 他的手里还拿着衣卷卫生纸 看来周琳醒来 并不是因为听到了钟相辉叫他 而是被屎尿憋醒了 陈磊是党政办主任 而且又是个女同志 所以 他的心思比较细腻 不愿意看到 领导之间有了什么误会 于是等着周琳 从楼下的厕所上来 他站在楼梯口一直等着 跟着周琳去了他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 差点被办公室里的味给熏出来 周琳喝了酒又抽烟 所以 整个办公室乌烟瘴气 周镇长 中午不许喝酒哦 你不知道吗 万一被领导查出来 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尤其是纪委 现在可是有很多指标都没完成的 你不要往枪口上撞 陈磊好心提醒道 我谢谢你 知道了 我还得再睡一会儿 中镇长那里 等我醒了之后再说吧 说完 周琳又躺回到了沙发上 中镇长刚刚来 他又年轻 你是个老同志了 该给他点面子 不要搞得太僵了 他在办公室里等你好久了 你现在不去 还睡觉 让他知道了 这不好吧 陈磊说道 没事 放心吧 我现在困了 也想不出什么工作 等我醒了之后再处理吧 周琳不听陈磊的劝告 倒在沙发上继续睡觉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不一会儿 中相辉居然上门了 手里拿着文件夹子 看到周琳在睡觉 于是将文件夹子扔在了桌子上 坐在了周琳的办公椅上 周琳刚刚想睡着的时候 被人吵醒 心里本来就窝着火 所以眼睛还没睁开 就骂了一句哪个小王八糕子 找死吗 他没想到的是 睁开眼一看 是中相辉拿这个文件夹子 放在了桌子上 周琳慢悠悠坐起来说了一句 中镇长到底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我和陈主任说了 等我睡醒了就去找你 你还等不及了 周镇长 你中午喝酒了 都是为了工作 不喝没办法 我中午去了村里 有几个村拆迁 实在是拆不动 这些王八蛋 没有一个善查 还得依靠他们 和那些钉字户对着干 他们要喝我能不喝吗 周琳说道 我刚刚看桌子上的文件 有一份是安全生产的 是你负责的吧 中相辉问道 是我负责的 怎么了 现在到了年底了 安全生产很重要 我想知道 这项工作你推进的怎么样 我虽然今天刚刚来 但是也得心里有个数吧 你要是现在能想得起来 咱们就说一说 中相辉没有恼火 心平气和地说道 中镇长 你这么一问 我现在还真有些想不起来 怎么说呢 中午喝了酒 现在脑子比较浑 这么着吧 待会我起来洗把脸 去你办公室里 我们再说 怎么样 我现在确实是睁不开眼 想躺一会儿 周琳说道 周琳觉得 自己拿架子 拿到这个程度了 中相辉总该有些恼火吧 但是他没想到 中相辉只是笑了笑 指了指桌子上的文件说道 那行吧 文件给你放这了 你醒了之后看一看 今天下午下班之前 我们对一对 看看这是该怎么办 到了年底了 不能出事 否则的话 我们这些领导就过不好年了 周琳只是点点头 没有说其他的 中相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 开始处理其他的事情 但是一直等到下午下班 周琳也没到他办公室来 当他去周琳办公室的时候 发现门已经锁了 问了问党政办的陈磊 周琳早已经下班回家了 今天是中相辉上班的第一天 没想到就在一个副镇长这里 碰了这么大一颗钉子 但是这事儿也不能到处嚷吧 让镇上的领导都知道了 那自己的脸面还往哪搁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周琳此刻正和其他几位副镇长 还有城关镇下辖的几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在县城的一家酒店吃上了 中相辉太年轻 而且从来没有当过镇长 换句话说 在他们眼里 就是一个新兵担子 他们不明白 县里为什么派这样一个人 到城关镇这么大一个镇来当镇长 在他们看来 中相辉什么都不是 而且他懂什么 他们这些人 在基层摸爬滚打十几年了 难道还不能管理城关镇吗 基于对提拔的不满 不配合中相辉的工作 也就顺理成章了 下班之后 陈文明早早回家了 因为家里有一个即将高考的 所以全家都很紧张 陈文明把中相辉挖来之后 就想着放拳 然后自己陪着姑娘 全力以赴准备高考 否则的话 这一年不努力 有可能是一辈子就耽搁了 中相辉和任明齐联系了之后 得知他们已经下班了 而当龚贝利知道 是中相辉打来的电话时 于是让中相辉去他家里吃饭 中相辉心里这个郁闷啊 如果是去县政府 还可以打着汇报工作的幌子 但是现在下班了 去一个女县长家里 多少有些不合适 但是龚贝利既然说了 他也不敢不去 而且自己刚刚到城关镇担任镇长 如果这个时候怠慢了些 龚贝利难免会有些想法 女人的心思你别猜 女领导的心思更难猜 所以中相辉只能是免为其难 硬着头皮上了 如果不是任明齐陪着 龚贝利基本上就是一个人 住在这个小别墅里 所以只要任明齐没有其他事情 一般都是住在龚贝利家里 这样的话也算是和龚贝利做个伴儿 中相辉到了龚贝利的家里时 任明齐已经把饭做好了 你来的倒是时候啊 我刚把饭做好 龚县长在楼上呢 你要不要上去汇报工作 任明齐笑笑问道 没有什么要汇报的 我今天刚刚去上班 哪有那么多工作要汇报 中相辉小声说道 那行 你等一会儿 我上去叫他吃饭 不一会儿 任明齐和龚贝利一起下了楼 因为是在家里 所以龚贝利就穿得比较随意 而任明齐因为是在别人的家里 所以在穿衣打扮上还是比较正式的 中相辉看到龚贝利的穿着打扮 就有些警惕了 第一天去城关镇上班 感觉怎么样 两个人打过招呼之后 坐在了餐桌旁 而任明齐把最后一道汤端上来之后 也坐下了 还行吧 我刚刚去还不太熟悉 但是有些人可能对我有意见 在工作配合上不是那么积极 不过这也没办法 谁让我这么年轻呢 那几个副镇长哪个都比我大 资历也比我老 我去领导他们 他们心里肯定是不服气的 中相辉说道 这个当然了 有什么想法吗 不配合工作只能是一时的 如果长期不配合的话 你就得想办法了 龚贝利说道 暂时还没什么想法 走一步看一步吧 龚贝利听了没说话 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 龚贝利拿出酒 来给中相辉到了一杯 你刚刚到新的工作单位 要熟悉也得有一段时间 但是工作不能落下 所以别人如果不能配合你的话 你就是自己亲力亲为 也要把工作做好 不然的话 一旦出了什么事 肯定会先把责任扣到你头上 龚贝利说道 我知道 但是我一个人也没三头六臂 如果这些人一直这么不配合的话 我该怎么办 钟相辉问道 钟相辉问完这个问题之后 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蠢 怎么能向领导问这种问题呢 这种问题本来应该是自己想办法去解决的 不然的话领导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 有什么事情你就像孩子找娘一样 回来找领导 那领导还不如再换个人呢 问完这个问题之后 钟相辉就一直看着龚贝利的脸色 但是龚贝利并没有表现出不耐烦 或者是鄙夷表情 过了一会儿 龚贝利把筷子放下 双臂放在桌子上 看着钟相辉说道 在说怎么对待这些人之前 你首先要把这些人做一个分类 分类 对 你要把你手下的人做一个分类 这样才能去分为不同情况管理他们 激发他们的斗志 这样的结果就是 有些人可能能为你所用 但是有些人可能你无论做多大努力 他都会无动于衷 龚贝利说道 钟相辉文言点点头 没有接话查 因为他知道 龚贝利接下来肯定还有如何为这些人分类的办法 不然的话 他不会轻易地告诉自己 这么一个处理方式 在和领导对话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倾听 尤其是在领导说话的时候 不要插话 等到领导问你的时候你再回答 大多数时间你都要保持专注 在心里默默记下 领导对你说的这些事情 而领导也喜欢这样的人 因为任何人谈话的时候 都不喜欢被别人打断 所以学会倾听 学会闭嘴 这是你和领导对话的第一步 有些需要面对面的谈话时 一定要保持对领导的尊重 而保持对领导尊重的方法 就是要盯着对方的脸 而如果一直盯着对方的眼睛看 你可能受不了 所以如果需要对领导保持专注 那么盯着领导眼睛下面的部分 看是最好的位置 不时地抬眼扫一下领导的眼睛 这样在领导的眼里 你是一个专注的人 一直都在仔细地听了他那些废话 龚贝利是一个女领导 钟向辉如果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 钟向辉能受得了 但龚贝利不一定能受得了 从他们以往单独相处时发生的事情 钟向辉觉得龚贝利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纵容他 他并不想把这种关系发展下去 如果那样的话 自己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 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这个时候 钟向辉为了保持对龚贝利的尊重 他一直盯着他的鼻子看 时不时地抬眼看一眼龚贝利的眼睛 没错 龚贝利一直都在盯着他看 这种时候 一般人真的是很难集中精力 听龚贝利在说什么 但钟向辉是个例外 其实你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手下的人分为三种类型 自然形 可然形 和不可然形 钟向辉还是第一次听说 可以把人分为这么三种 所以 当龚贝利说到这三个词的时候 他的精力一下子就被凝聚了 聚精会神的听龚贝利 接下来会说什么 先说自然形的人 这种人 你不需要点火 他自己就可以燃烧 所以 你只要给他足够的权限 足够的动力 他就能把事情给你干好 对于这种人 尤其是像你 刚到了一个新单位 一定要好好把握 好好团结 把这些人团结在你身边 他们就可以为你打开局面 还有一种 那叫可燃形 就是他并不像自然形一样 自己发光发热 他并没有那么强的进取心 所以你需要一些管理的艺术去点亮他 比如说 有一些比你年长的老同志 他可能看起来积极主动性不强 其实只是比较谨慎 做事比较稳健 不太愿意去冒家 你要关注到这些点 想办法去调动他 给他更好的资源支持 帮助他释放优势 这些人一旦发挥出他们应有的能力 往往会稳固你的地位 不得不说 姜还是老的辣 本来自己到了城关镇之后 感觉一头雾水 而下面的这几个副镇长 又不听自己的 钟向辉一直在想 该怎么打开工作局面 但是没想到 公贝利三言两语 就为他提供了一种方式方法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只需要按照公贝利教他的 去识人用人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有那么一些人 你无论怎么说 他们都不听你的 没法交流的 该怎么办呢 钟向辉问道 这就是说的第三种情况 有一些老同志 对新提拔的领导不满意 内心充满了很强的敌意和对立 这种类型的人 就是不可燃行 根本燃烧不起来 你可能想尽了很多办法 但是没有办法 跟他们能够达成共识 该怎么办呢 公贝利问道 钟向辉没有吱声 但是该做的戏 还是要做足 当公贝利问到这个问题时 他的脸上表现出了一种焦急的神色 让公贝利看起来 就觉得他很着急 很想知道答案 那么这个时候 就能满足那些教你东西的人的虚荣心 有些知识 有些看法 还有就是为人处事的艺术 可能很多人叫你的时候 都是白白教你的 也就是说你 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就能学到这些前人的经验 所以 该给别人的尊重一定要给 该满足别人虚荣心的时候 不要吝啬 否则的话 你很屌 别人以后 谁还愿意教你呢 果然 钟向辉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公贝利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他的心理 就很自得很简单啊 如果这些人坚决不配合你 你就要想办法把这些人踢出去 那么 首先你要把他手头的重要的工作 交给其他人 确保工作任务能够完成 不能因为某一个人 耽误了整体的工作 然后你就可以和你的领导去沟通 寻求建议 比如说 把这个人掉岗 让他去别的地方先冷静一下 或者是直接掉走 但是有个问题你要记住 工作都是合作的关系 不要把对方放在对立面上 尤其是你 刚刚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单位 团结是放在第一位的 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共赢的合作关系 如果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就大开杀戒 利用自己的权利去打击别人 那么会让大家都反感你 那样的话 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你就被有意无意地孤立了 龚贝利与众心长地说道 钟向辉点点头 觉得今天晚上来龚贝利家吃饭 真是来得太对了 不然的话 这些话你永远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听到 所以有时候付出一些 可能就会得到另一些 要想在一个单位中树立自己的权威 并不一定需要利用手中的权利去打击别人 而是要把工作做好 在做好工作的过程中 别人自然而然地会信服你 钟向辉 这是你的强项 你在任何地方工作都能想出别人想不出的点子 做出别人做不出的成绩 这就是你树立权威的最好方法 所以其他人那些怪招烂招 你根本就不需要 龚贝利说道 龚县长 你真是高抬我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些工作 所以心里比较忐忑 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告诉我这些 可能我到明天上班的时候 又会和今天一样焦头烂额 一头雾水 钟向辉谦虚地说道 作为一个单位的管理者 尤其是像你这么年轻 一定不要被权力迷住了双眼 要想办法挣脱权力的迷雾 如果说权力是一顶帽子 那么在工作的时候 你要把这顶帽子戴得正 戴得好 戴得高高的 让别人看得到你手中的权力 但是下班之后 或者是和别人讨论工作上的问题 只是闲聊的时候 你要学会摘帽子 就是把权力从自己心中拿开 你和对方没有什么两样 你们就是同事 这个时候 就不要想着用权力去压制别人 不然你永远也听不到真话 也看不到真实的情况 宫贝的继续说道 如果说钟向辉以前从别人那里 学到的是阴谋 又或者是一些投机取巧的办法 那么今天晚上 宫贝利教授他的 就是堂堂正正的阳谋 利用这些方法去工作 没有人能够说出你的不是来 因为你行得正走的端 即便只是用这些阳谋 就能把某些带有歪心思的人 急死 最后钟向辉端起酒杯 恭恭敬敬地站起来 恭邀向宫贝利 聚了一宫说道 宫县长 今天晚上听你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你可不要小瞧了 你教给我的这个方法 可能在我以后的仕途生涯中 时时刻刻都能用到 所以今天晚上 不 以后您都是我的老师 对于钟向辉的谦虚 以及恰到好处的拍马屁 恭贝利欣然接受 端起酒杯和钟向辉碰了一下 一引而进 一旁的人名棋 看得目瞪口呆 他从来没有见过恭贝利这么耐心地和谁说过这些事情 而钟向辉脸色微红 刚刚那杯酒已经让他有些醉意了 哎 你不要喝了 明天早上还得上班呢 人名棋小声对钟向辉说道 钟向辉没有醉 他只是刚刚听到恭贝利对他说的那些话有些激动而已 所以人名棋这么提醒他 他立刻就会议了 不再接受人名棋的倒酒 匆匆吃了点饭之后就离开了恭贝利家 第二天早晨 钟向辉还没有起床 就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给他打电话的是党政办主任陈磊 喂 陈主任 什么事 钟镇长 你赶紧到办公室来吧 出大事了 陈磊说话有些急促 但是他没在电话里 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钟向辉也没有问 赶紧起身穿衣服 连脸都没来得及洗 开车直奔镇政府 钟向辉到镇政府的时候 陈文明也是刚刚赶到 两个人几乎是前后脚上了楼 一起去了党政办公室 到底怎么回事 陈文明低声问道 昨天晚上 几个工人刚刚发了工资 大家都很高兴 于是买了些韭菜 就在工地的工棚里吃饭喝酒 基本上都喝醉了 而一旁的取暖设备 就是小煤炉 所以 四个人都死了 初步判断是一氧化碳中毒 听到这个消息 钟向辉有些头皮发麻 四个人死亡 这也算是重大事故了 而且最让钟向辉头疼的是 昨天他和周琳还提过这件事 因为周琳是主管安全生产的副镇长 所以这是该怎么处理 钟向辉看了陈文明一眼 陈文明眉头紧锁 一句话都没有说 把人都叫过来开会 陈文明要下一句话之后 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钟向辉跟在陈文明后面 也去了他的办公室 自己刚刚来就出了这种事情 无论如何也得要陈文明一个态度 向辉把门关上 陈文明指了指中向辉身后的门说道 陈书记 这是该怎么办 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知道那是谁的工地吗 陈文明问道 我刚才听说了 滕南春的工地 钟向辉说这句话的时候 感觉有些牙藤陈文明这么问他 不用说 这件事情的处理又落到自己头上了 自己和滕南春关系不错 而且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 很可能会对红山市政法委书记 屈身丸有影响 所以无论如何 自己都要冲在前面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那你觉得这是该怎么办 陈文明问道 陈书记啊 这是交给我吧 我来处理 钟向辉常常地吸了口气说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这件事情 他不抢先出手来处理 其他人处理这种事情 很可能会闹大 到那个时候 就真的不好收拾了 如果影响到了 滕南春和他的老婆 那将来 他们肯定会怪罪自己 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那行 你来处理吧 但是有一点 赔偿一定要到位 不能让这四个工人的家属 挑出来任何毛病 他们提什么要求都答应 否则的话 滕南春不好交代 陈文明小声说道 那行 我知道了 还有件事 刚刚说的是外部的事情 但是我们自己内部这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陈文明脸色阴冷地说道 这个时候传来了敲门声 陈文明叫了一声进来 门被推开后 副镇长周琳脸色灰白地走了进来 周琳主管安全生产 而且今年冬天的时候县里一再下通知 一 定要把一氧化碳中毒这件事情宣传到位 每个工地每家每户都要让他们知道冬天取暖所带来的危害性 但是周琳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回事 就在昨天 钟向辉还是想找他再确认一下是否宣传到位了 可是他们还没谈呢 就出事了 陈书记 中阵长 周琳脸色灰暗地打了个招呼 一屁股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钟阵长刚刚来上了一天班 对我们镇上的情况还不太了解 安全生产这一块一直都是你抓的 我就问你一句话 宣传到位没到位 陈文明脸色微寒 问道 陈书记 我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情 实话实说 今年的宣传是不到位 但是按照往年的情况 我们现在的宣传就已经够了 至于说每家每户每个工地都要宣传到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人手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是有疏漏的 周琳倒也是条汉子 该承担的责任 他也没有推辞 好 这么说你承认工作不到位对吧 周琳嘴巴一张一鹤 但是并没有说话 因为他知道 在四条生命面前 他的任何辩解都苍白无力 而且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有人承担责任的 如果有镇长的话 镇长首当其冲 可是钟向辉昨天才到任 昨天晚上就出了事情 让他承担责任 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即便是县里想让他顶锅 陈文明也不会同意 你既然承认工作不到位 回办公室写一个说明 下午交到县里去 这个责任你来承担 该停职还是该撤职 看县里的处理结果吧 陈文明面无表情地说道 陈文明的话 在周琳的意料之中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哪里工作不到位 他心里有数 但是这事现在还没处理好 就先处理自己 他心里有些不服 陈书记 我对开发区的工地 还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如果要处理我的话 我没有意见 先让我参与 把这事处理完之后 再处理我吧 反正跑了和尚跑步了庙 通过处理这件事情 也让我吸取了教训 周琳说这话的时候 态度非常诚恳 看得出来他 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而且因为这件事情 他的政治生涯 可能就到此结束了 你不用多想了 回去写说明写检查 这是我已经交给中镇长处理了 你就不用管了 而且昨天中镇长找你商量安全生产的事 你又是喝酒 又是睡觉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周琳 我不管你背后是什么关系 但是在这城关镇 你如果不听招呼 你爱去哪去啊 别在我眼皮子底下晃悠 陈文明非常不耐烦地说道 周琳看了一眼钟相辉 期待着钟相辉能为他说句话 但是钟相辉并没有 该说的话要说 但是也要看场合 这个时候陈文明正在气头上 自己如果当好人为周琳说话 那陈文明会怎么 看他 再说了 自己和周琳并没有什么交情 凭什么这个时候为他出头呢 人情关系薄如纸 一捅就透 所以这张纸一定要用在该用的地方 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而不是拿着这张纸放在火上烤 那样的话一文不值 不但就不了别人 还可能会引火烧身 周琳非常无奈 起身推门回自己的办公室了 他的办公室就在陈文明的隔壁 但是陈文明好像并不忌惮 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即便周琳走后 陈明说话依然很大声 就是说给周琳听的 向辉 你把这事处理好 不要再让周琳插手这件事情 他既然没有能力管好安全生产 以后他都不用管了 再找其他人主管 这种人仗着有点关系 为所欲为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我早就想收拾他了 陈文明依然很愤怒 因为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到 他这个党委书记的帽子 很可能会被人趁机摘走 钟向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后 把门关上 给腾南春打了个电话 腾哥 你现在在哪呢 我们见个面吧 钟向辉问道 我现在就在工地上呢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过来一下吧 TNND怎么会出这种事情 腾南村也很是恼火 但是这种事情 并不是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恼火归恼火 但是又不能发火 钟向辉刚刚想出门 就听到了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站在门口的是周琳 周琳 有事吗 我现在有事要出去钟向辉说的 钟镇长 给我几分钟时间 有些话 我想和你说一下 周琳说着 不管钟向辉同不同意 硬是挤进了钟向辉的办公室 钟向辉没办法 只能回身降门关上 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还没等自己坐下 周琳就说道 钟镇长 昨天的事情怪我 我喝了点酒 确实没有精力和你讨论这事 但是这事既然出来了 我就不会推卸责任 所以 这个责任我扛 现在还不是扛责任的时候 我现在就去找腾总 看看怎么处理 尽量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然的话 我们城关镇又要出名了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一次又一次 云山县就没有肃进过 全都是因为丑闻上新闻 赵书记刚刚来 如果这是再把他惹毛了 我们都会吃不了多着走 钟向辉说道 虽然陈书记说了 不让我再参与这事 但是我还是想协助您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我对开发区的企业比较熟悉 老周 陈书记现在正在气头上 你就不要提这事了 写检查的事你也可以先放一放 消失一段时间 回家休息一下 等事情处理完了 说不定他的气就消了 你说呢 你现在越是出现在他面前 越是火上浇油 到时候事情更麻烦 钟向辉说道 不让周林参与这事的处理 是陈文明定下的 自己怎么好自作主张 让周林参与进来呢 所以无论周林怎么说 怎么求自己 钟向辉都要守住底线 不会轻易给他开灯 其实这种责任可大可小 如果在接下来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周林能够出力 在将来处理他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考虑到这一层原因 但是陈文明很可能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所以才放下那样的狠话 不管他有什么关系 只要是在城关镇就得老实点 陈文明也不是一个无地放使的人 他既然敢这么说周林 那就意味着周林的关系不可能很硬 而且陈文明早已打听好了他的后台是谁 所以他才明目张胆地说到周林的脸上 一点情面都不留 周林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想从钟向辉这里打开缺口 争取做点事情 将功折罪 但是既然陈文明已经把路堵死了 钟向辉就不可能给他开这个口子 钟镇长 你再给我个机会 周林真的是急了 一把抓住了钟向辉的手腕说道 钟向辉装着很为难的样子说道 老周啊 你还看不出来吗 不是我不想让你参与这事的处理 是陈书记说的 你如果真想把这事摆平了 为这事出点力 那你就晚上去找陈书记 不要在单位再说了 钟向辉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周林也该明白了 所以他松开了钟向辉的手腕 点点头 算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两个人一起出了办公室 钟向辉把门关上 立刻下楼开车 去了腾南春的工地 钟向辉到的时候 腾南春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不停地抽烟 来回走动 绕视他见过的大事面 但是自己的工地上出了这种事情 他还是有些慌张 老弟 你可算是来了 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就在想 这是该找谁呢 TMD怎么会出这种事情 走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几个 不要在屋里点炉子 不要在屋里点炉子 TMD没有一个听我的 这TMD倒好 年前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吧 腾南春气急败坏地说道 钟向辉看看门口把门关上了 然后走到腾南春身边小声说道 大哥 这话千万不要在外面说 事情已经出了 想办法把事情处理好 不然的话 我担心很可能会影响到曲解 这事还没有多少人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要把事情处理得干脆利索 不能拖泥带水 更不能留下任何尾巴 我就是因为这事着急吗 你说该怎么办 大哥 破财免灾吧 我去和那几个工人的家属谈 你负责出钱就行了 你不要露面了 如果你露面的话 说不定会被某些人惦记上 尤其是市里的人 因为这件事情涉及到曲解 那就麻烦大了 没有事情的时候 你做工程怎么都可以 一旦出了事情 就会被人无限放大 那我们就麻烦了 钟向辉说道 行 听你的 我这里出钱没问题 我全权授权给你处理 无论出多少钱都可以 但是绝对不能牵扯到你曲解 尽快把这件事情的影响 全部都给我处理干净 滕南春说道 滕南春是真的着急了 因为这件事情 一旦牵扯到他老婆 他老婆必然下岗无疑 因为没有一个领导 屁股是干净的 因为他这事儿 而引起有关部门深追的话 他老婆绝对跑不了 如果他老婆被查被抓 那他也好不到哪里去 钟向辉和滕南春谈好之后 立刻就去看了工人的家属 他们都在县城的宾馆里 但是钟向辉去看了之后 发现这里的宾馆条件太差了 供暖都不暖和 于是立刻联系了桃花镇山庄 把他们送到了桃花园山庄 最好的房间住下 既然要处理这些事情 就要拿出诚意来 反正滕南春已经说了 不在乎钱 只要把事情处理好就行 这下心里就有数了 钟向辉去了山庄的办公室 现在的经理是白雪 看到钟向辉进来 立刻起身相迎 他当初想要勾引钟向辉 但是没有成功 而这段时间 自己的老板球员一再地告诫他 如果钟向辉要到这个地方来 一定要好好招待 钟镇长 你有什么事情吗 白雪小心地问道 我刚才去和他们见了一面 发现他们基本上是两个人一个房间 你这里房间多吗 如果多的话 尽量给他们安排单间 钟向辉小声问道 房间有的是 这样安排他们同意吗 就说是镇上为了让他们休息好 给他们每个人安排一个单家 你注意一下 安排这些单间的时候 尽量地岔开 不要让房间都挨着 明白我的意思吗 钟向辉问道 白雪虽然不明白 钟向辉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按照他的说的 去做就是了 这总归没有错 出了这种事情 最怕的就是 这些人聚在一起 商量着怎么对付公司和政府 所以如果处理这种事情的人 有经验 就会把这些家属全都分散开 最好的就是一个人一个单间住着 而且要把这些房间都岔开 不能让他们挨着 否则的话 他们很可能会聚在一起 商量怎么样和公司政府谈判 钟向辉为了显示对这件事的重视 又从镇上条来了十几个人 每个人负责服务其中的一个家属 无论这个家属需要什么 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他提 他在向上汇报 能解决的马上解决 不能解决的 也要做好解释工作 总而言之一句话 在谈这件事情之前 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钟镇长 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白雪小心地问道 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 都要给他们最好的待遇 到时候 你向我报销就行了 钟向辉说道 白雪点点头 但是随即又小声 问了钟向辉一句 他们提任何要求 我们都要满足他们吗 现在这件事情处理得越快越好 所以这里面的标准 你自己拿就好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不要让他们闹事 不要让他们借题发挥 不要给他们借口 钟向辉说道 白雪文言点点头道 那行 钟镇长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保证把这件事情办好 不让你操心了 白雪非常乖巧地说道 这些工人基本上 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刚刚发了工资 准备拿钱回家过年呢 但是没想到就出了这种事情 所以他们的家属 有的是兄弟来的 有的是父母来的 没有一个是妻子来的 可能他们还没有想好 怎么面对这个现实吧 这些人的死亡 就意味着一个家塌了 谈判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 所以当天晚上 钟向辉就住在了桃花镇山庄 因为他怕自己回去之后 这里再出点什么事情 来不及处理 索性就和这些人住在了一起 反正桃花镇山庄这个时间 有的是房子 已经到了晚上11点 钟向辉准备洗洗睡了 但是没想到 他接到了屈身晚的电话 弟弟 还没睡吧 这是麻烦你了 你腾哥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你说的对 无论花多少钱 我们都认了 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公司的 按照法律法规 该给多少钱 就给多少钱 甚至我告诉你哥说 多给工人一部分钱 钱财乃身外之物 我们的钱已经够多了 几辈子都花不完 而这些工人拿钱回去是养家的 所以在和他们谈的时候 丁是丁卯是卯 前期按照法律规定谈 该给多少给多少 后期再给他们多一部分补偿 算是公司欠他们的屈身晚说道 屈姐 腾哥都已经和我说了 你放心吧 不会出问题 钟向辉保证道 你处理问题我 当然放心了 我也是听你腾哥说才知道 你已经调去了城关镇 我们很长时间没见过面了 等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 你来红山一趟吧 我们见个面一起吃个饭 屈身晚说道 好 没问题 你放心 等这事处理完之后 我亲自去红山向您汇报 钟向辉说道 什么汇报不汇报的 你把这事处理好 就是帮了我大忙了 如果你不在城关镇 你腾哥不知道找谁呢 现在风声这么紧 一旦有个闪失 我和你腾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屈身晚说道 其实这种事情也比较好处理 因为人已经不在了 而且这种事情的起因 是谁也没想到的 如果真要追究责任的话 那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宣传不利 工地上的老板没有监管到位 总而言之 不能把责任推给死去的工人 他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怎么还忍心把这种事情的责任 加在他们身后呢 而且要尽最大可能为他们的家属争取利益 所以钟向辉再见到滕南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他不惜代价 不要在乎钱 只要能把事情处理干净 比什么都强 一旦事情闹大了 他可能会得不偿失 这件事情 巧就巧在滕南春的老婆 事实政法委书记 如果这事闹大了 可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舆情一旦控制不好 很可能就会失控 到时候赔钱都是小事 还有可能会家破人亡 但是世上 没有绝对把握的事情 都是相对的 正当钟向辉 以为这是很好处理 手拿把钻的时候 第二天上午谈判之前 果然出事了 城关镇的工作人员 匆匆敲响了钟向辉的房门 因为他服务的那个家属 一大早就找到他说 要见这里管事的 而且马上就要见到 他很着急吗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钟向辉一边穿衣服 一边问道 看起来不太像 我就住在他隔壁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突然发起风来 光光砸我房门 说要有事情让我去办 我问他什么事情 他也不说 钟镇长 这事该怎么办 先见了面再说吧 钟向辉让工作人员 把这位家属请到了一个单独的包厢内 包厢和住的房间离得还挺远 所以即便这位家属发疯的话 也可以把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不至于影响到其他的家属 否则的话 这事情就有可能失控了钟镇长 要给你安排早餐吗 白雪站在包厢门后 殷勤地问道 稍微等一等吧 等客人来了 看看再说 钟向辉说道 说句题外话 我感觉历史又在重演 编辑说 这本书吃不了新媒体 只能是本站订阅了 所以 如果不能在本站更下去的话 会继续在公号写 关注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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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调人的于本尊 十分钟之后 门口进来一个人 那人看了一眼钟向辉觉得 这个所谓的领导这么年轻 一定很好说话 这人看起来 四十岁左右 一脸大胡子 眼睛一瞪 能够吓死人 但好在钟向辉是见过世面的 他长得如何 钟向辉根本就不在乎 我姓中 是城关镇的镇长 现在全权负责处理这个事故的善后工作 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和我说 我们商量着来 钟向辉说道 说着话 钟向辉还给他倒了杯茶 端了过去 但是这家伙 好像并不领情 一屁股坐在钟向辉对面 拿起面前的杯子 在桌子上重重地顿了一下说道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我弟弟上有老下有小 还有两个孩子 等着他赚钱上学考大学呢 这下好了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一下子就没了 你们就赔这点钱 他们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钟向辉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家伙是替他弟弟出头的 而且是对赔偿的数额不满意 看来狮子大开口的可能性很大 你弟媳妇怎么没来 钟向辉问道 他一个女人懂什么 我弟弟的事情 我全权代理 咱就说 这赔偿款的事 你们给的太少了 我不满意 如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我就去上面告 那这样吧 您贵姓 钟向辉问道 免贵姓杨 杨大哥 是这样 你先说说你的要求 我们的赔偿数额 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告诉你们了 你们如果不满意的话 我们再商量 你先说说你的要求吧 钟向辉说道 我也不和你讲价钱 那是我弟弟的命 五百万 给我五百万 我就闭嘴 我也不告诉其他人 就这么个数 你觉得行 咱们就签协议 你要是觉得不行 那我就去上面告 你们也不要拦着我 钟向辉文言一愣 这也印证了自己刚刚的想法 这家伙就是奔着狮子大开口来的 但是五百万 这也太高了 如果是按照每个人五百万的赔偿的话 滕南春非得破产不可 而且严格来说 滕南春的公司 虽然有管理不到位的过失 但是这种事情 谁也不想发生 如果滕南春的老婆 不是红山市政法委书记 那么滕南春也就不怕他们闹 最多就是按照法律规定赔偿他们就行了 而且这种事情 以前滕南春不是没有干过 就是法院判了之后 他都不愿意执行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首先要保证的就是 不能牵扯到屈身丸 虽然钟向辉觉得 这事情很麻烦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表态 而是笑了笑说道 五百万确实太多了 这样吧 我 门都退一步 你回去想一想 这里反正保证吃喝 嗯 也有一些娱乐项目 你可以去散散心 谁家里摊上这种事情都很窝火 我们也很惋惜 本来这都要过年了 家家都盼着自己的亲人 带着钱回去过年呢 没想到出了这种事情 但是事情出了 我们就得处理 五百万确实有点多 我担心企业根本就承受不了 所以你回去想一下 看看能不能减一减 我呢 再和企业的负责人商量一下 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 给你们网上提一提 就算是一种慰问吧 钟 镇长是吧 这个数 就是我想了一夜想出来的 而且 我弟弟的孩子都还很小 现在物价飞涨 过几年这些钱 根本就不值一提 所以 我要为他的孩子多要些钱 不然的话 这将来的日子 不知道该怎么过呢 这五百万少一分 都不行 不然的话 我就带着他们娘几个 一起去上面告 而且我听说 这个老板的老婆 还是我们市里的大干部 到时候 我就去他单位找他呗 钟向辉听了一惊 这种事情 他是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他的 我们既然要处理问题呢 就好好说问题的事 不要说人家家里的事 不就是赔钱吗 我可以和老板去商量一下 但是我可以提前告诉你 五百万这个数 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钟向辉收起了笑容 对这家伙冷冷说道 谈判嘛 就是一张一池 如果一味地让步 对方就可能会以为 有利可图 有机可乘 就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价码 所以该让步的时候 要轻微地让步 该拒绝的时候 要严肃拒绝 总而言之一句话 像这种谈判的事情 让步的时候 要小步慢走 而要拒绝的时候 就得斩钉截铁 不能给对方任何希望 否则的话 就是留给自己的绝望 那就是没得谈了呗 那行 我今天也不在这里住了 我现在就回去找我们村的人 然后去县城再去红山市 到时候你就是求着我 给我一千万 我也不会回头了 姓杨的说完 立刻起身出了门 钟向辉被气得脸色铁青 虽然他很想帮滕南春 把这事按下 但是现在看来 可能性微乎其微了 张口就要五百万 那其他的人呢 如果滕南春 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也可以 破财免灾吧 但问题是 滕南春拿得出来吗 或者是 即便有钱舍得拿出来吗 白雪这个时候 小心地 走到钟向辉身边 端起茶壶 给他倒了杯茶 小声说道 钟镇掌 这是 我可能能帮上点忙铃 你能帮什么忙 别添乱了 回去把其他人 稳住好吃好喝伺候着 这是我在和滕总商量 一下再说 但是一定要保证 不能让这几个人 出桃花镇山庄 另外 如果可能的话 在他们的房间周围 放上干扰器 不能让他们和外界联系 钟向辉立刻吩咐道 这种事情 你们镇上的人比我有经验 他们早就放好了 这几个人昨天晚上 到现在 一直都是 用我们山庄的网络 如果要掐断的话 很容易 白雪说道 钟向辉觉得 白雪的话 有些讽刺的味道 但是不得不说 他从镇上调来的这几个人 办事效率还可以 而且来的时候 陈文明已经告诉他们了 一定要竭尽全力 帮助钟向辉 把这事处理完 如果处理不好 大家都得完蛋 一个都跑不了 白雪告诉钟向辉 他能帮忙处理这事 但是钟向辉 并没往心里去 他现在想的是 怎么样能说服 滕南春 拿出更多的钱来 而且看现在这情况 这些人很有可能会狮子大开口 而且答应了一个 就得答应其他人 否则的话 这就是个隐患 其他人听说了之后 肯定还会去闹 所以 安排好山庄的事情之后 钟向辉立刻联系了 滕南春 邀请他到镇政府 和陈文明一起商量商量 这是该怎么办 钟向辉的意思很简单 对于这些工人 绝不能亏待他们 除了按照法律规定 应该赔偿他们的之外 滕南春再出一笔钱 算是人道主义的帮助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姓杨的家属 很可能会把整件事情 带向深渊 所以 怎么处理好这事 既按照法律规定 不让工人吃亏 又不能对企业压榨得太过厉害 这就是一个难题 钟向辉先回到了镇政府 滕南春还没有来 于是他去了陈文明的办公室 因为这事情还没有处理完 陈文明24小时盯着 在镇政府等着最新的消息 500万 TND他怎么不把镇政府也要过去 这狮子大开口也太随机了吧 陈文明文言皱眉骂道 但是现在 不是和他置气的时候 滕总的意思 是一定要把这事情悄无声息地处理完 绝对不能牵扯到曲书记 否则的话 这后果可就无法预料了 钟向辉说道 我知道 但是这500万怎么出啊 滕南春肯定不愿意啊 陈文明说道 所以 我让人把那几个人看在桃花镇山庄了 等我们这边商量 对一个妥善的计划之后 再和他们去谈 钟向辉说道 滕南春很快来到了镇政府 三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以往的时候 吹牛打皮儿 气氛和谐得很 但是现在事情压在身上 每个人都没有了开玩笑的心情 各个愁云满面 这是咋商量的 有结果了吗 滕南春问道 今天早晨有一个姓杨的 他是来处理他弟弟的事情的 张口就要500万 我说这事 我可做不了主 你狮子大开口哦 没人能够现在就答应他 我要回去商量商量 他们几个人 现在都被我按在桃花镇山庄了 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所以 我们要尽快商量出一个对策 来和他们签了协议 把钱给了 这事也就完了 钟向辉说道 500万 他可真敢要啊 滕南春哭笑不得地说道 你这边是怎么想的 我想的是 如果我们给了他500万 那么他以后 可能还会因为这是在找我们 这500万绝 对不是个尽头 而且他告诉我了 知道嫂子是 红山市政法委书记 我也不知道谁告诉他的 从哪得到的消息 但总而言之 从他话里话外里 我都能听出来 他就是在威胁我们 钟向辉说道 那以你看的话 这是该怎么处理 陈文明问道 慢慢谈 慢慢磨吧 这只是 他一个人的想法 其他三个人的家属 我还没有和他们见面呢 我今天回去 就和他们单独见面 谈一谈善后的问题 看看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想法 如果都是这样想法的话 那这事就麻烦了 所以 我让人把他们都隔开了 每个人一个房间 他们相互之间也不认识 也没法交流 不然的话 如果他们和其伙来 我们处理就更麻烦了 钟向辉说道 两个人从陈文明的办公室里出来 滕南春跟着钟向辉去了他的办公室 兄弟 这是麻烦你了 无论如何都要帮我处理好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屈书记非得和我离婚不可 滕南春苦笑道 啊 不至于吧 屈姐不是那样的人 你放心吧 而且这是现在还在处理 没有我们想的简单 但也麻烦不到哪里去 总而言之就是钱的事 但是给他们五百万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给他们五百万的话 我们也坏了规矩 其他老板还不得恨死你 钟向辉说道 说的就是这事啊 现在最关心这事的就是取书记了 一天好几个电话问我 到底处理得怎么样了 如果牵连到他的话 就真的不值当的了 所以就是花再多的钱 也要把这些人的嘴给我赌上 这就是我给你最后的权限 总而言之一句话 把事处理完 不能牵扯到我老婆 滕南春说道 滕南春这话的意思就很简单了 那就是钱不是问题 但绝对不能牵扯屈身完 可是他说的又不是很明白 如果真是按照那位家属提的 给五百万的话 滕南春也不是拿不出来 也舍得拿出来 可是这就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头 将来如果云山县的其他企业 也这么干的话 那企业很可能就会分分钟破产 那这经济还怎么发展 哥 我尽力而为吧 你放心 只要我处理这个事 肯定给你一个完美的答复 保证不会让曲书记 受到牵连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钟向辉一边给自己打气 一边给滕南春打气 钟向辉回到桃花镇山庄的时候 白雪辉报说那个姓杨的在山庄里闹了一阵子之后就回自己房间休息了 镇上的人正在和他谈 一直盯着他 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 这个时候就怕再出意外 钟向辉听了之后 立刻去了这位姓杨的家属房间去看望他 并且告诉他他刚刚就是去和企业的老板谈了 但是企业的老板还在犹豫让他再等一等 不要着急 反正过年之前肯定会让他们回去也会把事情都处理完 这可是你说的我就在这等着 如果到了大年三十之前还不能把事处理完 我就非得回去不可 我可不想在这里过年 而且过了年之后 我就去省城告你们 别以为我说着玩了 你们可以打听打听 我是个老上访护了 从来不怕这些事 你们不让我好过 大家都别好过了 杨大哥 怎么可能呢 你放心 我既然处理这事 肯定会处理的 你们都满意 钟向辉强颜欢笑地说道 话是这么说 但是钟向辉心里没有一点底 而且刚刚这人也说了 他是个老上访护 对于这些人 政府都很头疼 真的摸不着他们的脉 而且有些问题根本就不是上访能解决的 但是这些人已经习惯了 只要不满足要求 就一级一级往上找 反正他们闲着也没事 农忙的时候回家种地干活 秋收之后没事了 就开始琢磨着给政府添麻烦 我没什么事 你去忙吧 有事的时候叫你 不用时时刻刻跟着我 钟向辉离开房间之后 看了看跟在自己身后的白雪说道 球总说了 只要你到山庄来 就让我亲自给你服务 我也没有其他的事 下面工作都有人干 不用我时时刻刻盯着 所以我就盯着你呗 有什么需要我 及时给你安排 省得耽误了你的事 白雪说道 真的没必要 你跟在我身边 还耽误我思考问题 这些人 我要挨个和他们谈 挨个见面 所以你做好后勤工作就行了 保证他们吃喝 不要让他们因为吃住的问题挑刺 这你放心没问题 都已经安排好了 保证不会让他们挑出刺来 而且对于他们的服务 都是五星级服务 白雪说道 五星级服务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服务还分星级吗 我怎么不知道 钟向辉问到那当然分星级了 不一样的星级 不一样的价格 五星级服务是我们的这里最好的服务 钟镇长 你如果想享受一下的话 我可以亲自为你服务 白雪对他抛了个媚眼说道 钟向辉文言只是瞪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白雪就吓得不敢吱声了 低下头灰溜溜地溜出了钟向辉的房间 其他三个人的家属还都算是好说话 并没有狮子大开口 而且钟向辉表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给他们相应的赔偿之后 还会再给他们申请一笔抚慰金 算是企业和政府发扬人道主义 一直到了晚上 钟向辉再次和这位姓杨的家属会谈的时候 还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本来钟向辉想请他吃饭的 但是想了想还是算了 就这个人的问题 他还要回去和滕南春见个面 商量一下该怎么处理 既然滕南春舍得出钱 那也只能是花钱摆平了 这个人很不好说话 而且还是个老上访户 可能对这种事情很有经验 政府和公司都想花钱消灾 他正式抓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狮子大开口 怎么办 这钱出不出 钟向辉请滕南春吃饭 两个人坐在饭店里 小声商讨着这是该怎么办 不行的话就出钱吧 但是一定要让他签个保证书 这件事情只能他自己知道 如果还有别人也知道这件事情 我肯定饶不了他 无论是黑的白的 我都要让他付出代价 既然拿了我的钱 就老老实实闭嘴 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滕南春端起酒杯和钟向辉碰了一下 然后一饮而尽 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那我明天就和他谈 我想在年前把协议都签完 然后打发他们回家过年 眼看就到了三十了 别把这是拖过年 否则的话对大家都不好 钟向辉说道 兄弟这是麻烦你了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就是这个姓杨的事情没处理好 我也是怕牵连到曲解 到时候更不好收场 钟向辉说道 两个人相对无言 这件事情算是定下来了 第二天上午 钟向辉又赶到桃花镇山庄 昨天已经和其他三家都说好了 今天等律师来了之后 就把协议签了 下午就把钱打到他们的账户上 但是只有这个姓杨的 钟向辉还要再和他单独谈谈 否则的话恐怕是不好收场 而且还要签保密协议 在里面的事情还挺复杂 钟向辉坐在球员的大办公室里等着 他已经让人去把这位姓杨的家属请过来 要在这里把事情和他谈清楚 这个时候 白雪敲了敲门进来了 给钟向辉端了一杯咖啡 因为刚刚他看钟向辉的脸色不太好 一看就是昨晚没有休息好 待会儿谈判又是好神好力的事情 给他冲杯咖啡提提神 待会儿还要和那个人谈吗 啊 这个人不好对付钟向辉端过咖啡喝了一口说道 昨天你走了之后 球总和我联系了 让我想办法帮帮你 因为他觉得自己欠了你很多人情 就想着在你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帮上忙 这不昨天晚上我就安排了一些事情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 白雪说着拿起桌上的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 所谓的电视不过是一块显示屏 但是显示屏上显示的内容 让钟向辉大吃一惊 而白雪看到显示屏上的内容时 微微羞红了脸 开始的时候 他还没看清屏幕上的一男一女是谁 于是惊讶地看了一眼白雪 昨天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给他们安排了五星级的服务 这不 那个姓杨的对这五星级的服务很满意 白雪笑笑说道 这是杨 钟向辉终究是没有把那个名字说出口 没错 就是他 刚才是背影 现在才是正面照 你看清楚了 是不是他 白雪有些得意地问道 我靠 你这样干能行吗 钟向辉皱了皱眉头 问道 怎么不行啊 我昨天就看不惯他那个屌样子 还敢和你比牙 他也不看看 他几斤几两 而且 他要五百万 这些钱真正能落到他弟弟老婆孩子手里 能有多少钱 我看大部分都会被他自己吞了 白雪说道 钟向辉有些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 白雪还有这手段 丝毫不亚于他的老板球员啊 又或许 这就是他老板球员 指使他这么干的 也不知道 球员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隔山漫海的 居然还关心着他的事 这让他确实有些感动 我怕他会炸毛啊 钟向辉有些担心地说道 对于这种老上访户 并不比平常人 如果他根本不要脸的话 你就是有再多的这种视频 也威胁不到他 你说的没错 如果他不要脸的话 这些视频肯定威胁不到他 但是你不要忘了 他是来干什么的 他是来处理他弟弟的后事的 后事还没有处理完 他居然在这里嫖了起来 而且这种事情要是传到他们老家 他还有脸在老家待着吗 而且他也是有老婆孩子的 这个脸面总还是要的吧 白雪问道 你怎么知道他有老婆孩子的 昨天晚上我派去的那个女孩 已经把他的底细都打探清楚了 而且这个不要脸的 还说等钱一到手 就把昨天的女孩包养起来 你看看这就是他的德性 一旦他有了钱马上就开始挥霍 所以你说这钱能给他吗 这钱就是给了他 也到不了他弟弟的老婆孩子手里 白雪说道 钟向辉以前从没把白雪放在眼里 但是从他说的这些话他才明白 不要轻易看不起任何一个人 尤其是在这种场合混的女孩 没有一个是傻子 各顶各地精明着呢 他们知道怎么去打探男人的隐私 也知道怎么从男人手里把钱掏出来 所以钟向辉此刻再也不敢对白雪有轻视之心 不过他狮子大开口也情有可原 因为昨天那个女孩打听到 他有两个儿子都在农村 眼看着就要娶妻生子 现在农村娶个老婆可不太容易 财力几十万 而且还要去县城买房子 还要买汽车 所以他才狮子大开口 借他弟弟的事大赚一笔 就能把自己家的事解决了 何乐而不为呢 白雪说道 钟向辉文言没有吱声 他觉得白雪说得对 可以借此机会敲打敲打他 这钱你就不用给了 但是又考虑到 这家伙是个老上访户 一旦事情拿捏不准 很可能会炸毛 到时候 他要是豁出去 鱼死网破 也要把钱拿到 这就难办了 但是 恶人自有恶人魔 当白雪看到钟向辉 还有些犹豫的时候 就自告奋勇地说道 要不然这样吧 等他来了你们谈的时候 如果他还不让步 我来当恶人 敲打他 反正山庄是我在经营 如果一旦他炸毛了 你还可以从中斡旋一下 不至于将注没法谈了 你这么做 是不是你老板教你的 钟向辉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确实 把这里的事都告诉了老板 老板给我出的主意 让我按照他的安排去做就是了 没想到 你还真了解我老板 让你看出来了 白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就知道是球员 这种事情也只有他干得出来 行吧 就按照你说的 等他来了之后 我和他谈 谈不成了你再出声 钟向辉说道 白雪见钟向辉答应了 非常高兴 因为球员告诉他 现在桃花镇山庄 虽然看上去一切正常 但是在国内 球员已经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了 除了认识这个钟向辉之外 其他的人都靠不上 所以如果白雪想要顺利地 把桃花镇山装惊 赢下去 还是要找个靠山 现在钟向辉是各种事情的焦点 如果能靠上他 他肯帮忙再好不过了 虽然现在看起来 钟向辉官也不大 并没有什么实力 但是这个人认识的人很多 人脉很广 而且 无论是赵汉良 还是龚贝利 都很看好他 虽然他们出于各种目的 但是这些关系在云山县已经够了 如果有人想收拾桃花镇山庄的时候 白雪不至于两眼一抹黑 一个人都不认识 至少还能有个人打听一下消息 看看到底该怎么让桃花镇山庄活过来 所以 球员告诉白雪 一定要想方设法 八戒上钟向辉 如果想要八戒一个人 第一就是送钱 第二就是送命 如果能用钱来解决 那最好不过了 但有些时候别人要的钱你根本就没有 而你恰好又能为别人卖命 这也不是为一种可以巴结别人的方式 总而言之 别人处在那个有力的位置上 你就得低头奉献自己已经有的东西 这就是上级钟向辉虽然没有多少钱 但是他从来不乱伸手 不会要别人的钱 这就是经济上的自觉 因为当官的只要涉及到经济问题 很难能脱身 而目前他遇到的麻烦就是这个姓杨的 如果白雪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麻烦 那么滕南春就会欠钟向辉一个大大的人情 将来这个人情怎么还就看他的自觉了 杨大哥来了 请坐 喝茶还是喝咖啡 钟向辉指了指自己前面的椅子 笑道 钟镇长 咱们打开窗天窗说亮话吧 你也不要假惺惺的了 喝茶还是喝咖啡 我都没有兴趣 你和那个老板谈得怎么样了 我的五百万什么时候能够到手 你放心 只要钱到了手 我绝对不会再为难你们 我说到做到 不着急 不着急 我们慢慢谈 五百万的事情啊 我昨天晚上和他谈了一夜 但是他觉得太多了 如果给你五百万 你能保证不说出去吗 我觉得很难 人这一辈子太长了 保不起哪天你就会把这话当作吹牛逼说出去 其他人要是知道了 回头肯定还会回来 要求滕总继续支付钱 那这事就没完了 张晓鱼笑了笑说道 那你这什么意思 就说这是没得谈呗 没得谈你叫我来干什么 而且还不让我出桃花镇山庄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去报警 说你们非法拘禁 如果你再不让我走的话 那可就不是赔钱的问题了 你的帽子也保不住 钟相辉一看 这次又谈崩了 看来这是是没得谈了 于是瞄了一眼白雪 白雪微微点头 伸手拿起桌子上的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 刚刚姓杨的 还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但是等到看到屏幕上的两人 正在黑羞黑羞时 尤其是发出那种 令人难以自制的声音 他整个人的脑子 一下子就猛了 杨大哥 你到桃花镇山庄 来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来处理你弟弟的后事的 你弟弟的事情都没处理完呢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这是如果传回到你们村里 你还有脸见人吗 白雪走过去 双手按在这位杨大哥的肩膀上 轻柔地揉捏着 但是此刻 这位杨大哥几倍发凉 冷汗直冒 你们也太卑鄙了吧 居然敢这样害我 你以为这样 我就不要钱了吗 我告诉你们 为了钱 我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知道你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要不然也不会借着你弟弟的事情 狮子大开口 张口要五百万吧 全国你打听打听去 这种事情有几个赔五百万的 一个都没有 你还真是厉害 想创造历史是吗 白雪不动声色地说到不是 我说我和钟镇长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你插什么嘴呀 你一边呆着去 我知道啊 我知道你正在和钟镇长讨论赔偿的事 但是这视频是在我的酒店里拍的 我想怎么用你管不着 而且如果这种视频发到你们村里的人手机上 你那两个儿子这辈子都别想讨到老婆了 现在农村找个媳妇可不容易 过几年你儿子年纪大了 虽然可能有人把这事给忘了 但是你儿子到那个时候也讨不到媳妇了 你想想这里面的厉害关系 白雪伸出自己那嫩嫩的小手拍打着这位杨大哥的肩膀微笑道 钟镇长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就是想按照他说的拿视频威胁我 老杨不是我说你 赔偿是赔偿 但并不是满天要价 我在坐地还钱 这都是有法律规定的 就是去打官司的话 也不可能赔偿你这么多钱 所以你再好好想想 这是该怎么处理 其他人今天上午签协议 下午前到手 你来了也有几天了 也知道这里面的事情的原委 公司的责任真的不大 而且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赔偿之后 还有一部分补偿可以了 你要是想借着这事 把你自己家的事也解决了 这没有可能的 钟相辉说道 杨大哥变成了老杨 从这称呼就可以看出 钟相辉下定了决心 之前不能由着他来要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那些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 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 我弟弟的命就不是命吗 我说过了 这些钱都是给他家要的 他老婆孩子将来怎么生活 还不是靠着这笔钱 你们居然敢设计出来这种事情坑害我 我一定去上面告你们 老杨愤愤地说道 他确实很愤怒 因为昨天晚上 他已经把自己未来的生活都计划好了 这几百万除了给自己弟弟家 剩下的自己全部都拿过去 给两个儿子娶妻买房 然后自己还能有余钱过好下半辈子 但是现在看来 昨天晚上的计划就和现在做梦一样 眼看着到手的鸭子就要飞了 他能不恨吗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很恨自己 为什么没有把持住自己 昨天晚上就是多喝了点酒 而那个女服务员并没有往自己身上贴 是自己忍不住抓住人家的小手 使劲地贴在自己脸上 这还不够 接下来的事情 他们就做得更过分了 现在想想 真想一头撞死在这里 杨大哥 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喝那点酒 就把持不住自己了 你看这女孩子 人家就是个服务员 并不想服从 你 人家也拼命在反抗 是你把人家硬压在床上 现在这是该怎么办 如果今天的事处理不好的话 那个女孩子要是告你强奸 这事就更难办了 白雪剑老杨还在硬撑着 于是祭出了最厉害的一招 既然你不要脸 那么就送你进监狱 看看你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 你们这是想把我逼死吗 其实这种事情 你就是死了也说不清楚 怎么能说我们逼你呢 有视频在这里 这多明显啊 人家那个女孩子 根本就不愿意 是你强行把人家那个了 还说我们逼你 这怎么可能呢 白雪拿过遥控器 把视频调到了最开始的地方 于是三个人又把视频看了一遍 这一次老杨没话说了 她确实是强迫那个女孩 和自己发生了关系 而且她昨天晚上并没有喝断片 清楚地记得 那个女孩哭哭啼啼 现在想来 她装得倒是挺像的 而且自己还给那个女孩 许诺了很多好处 但是现在钱拿不到了 那些好处该怎么给人家呢 如果不给她那些好处 她会不会真的像这位白总说的 告自己强女干呢 一想到这里 老杨有些头皮发麻 现在看来并不是要脸不要脸的问题 真的是把这些视频 发到自己村里人的手机上 她最多不回村就是了 在外面打工 也可以给自己的儿子赚钱 让他们买房子娶媳妇 但是如果自己真的进去了 那这一切就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钱没有拿到 自己还去坐牢 真的不值当的 一想到这些老杨彻底牙火了 蒸蒸地待了半天 没有说出话来 所以这事还得解决啊 你不说话也不行啊 要不然这样吧 你弟弟的事情 按照法律规定 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 你和政府签订的协议 我呢 把视频还给你 从山庄账上给你一笔钱 这些钱和你弟弟的事 没有任何关系 是我看你可怜才给你的 你觉得怎么样 钟相辉第一次发现 白雪也是个人才 能说会道 而且把握人性特别到位 根本就不让对方 有半课喘息的机会 老杨文言依然没有说话 他在考虑这里面的利害关系 我告诉你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我耐性是有限度的 我们的生意每天都很忙 我没时间和你在这里耗下去 所以你要觉得行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你要是觉得不行 咱们一拍两散 你们也不要在我们桃花镇山庄住了 每天好吃好喝伺候着你们 到最后我还得搭钱 我何必呢 钟镇长 我把话说到这里 如果你们今天把事处理完了 那就算了 如果处理不完 你们还是不要在我们这里住了 很影响我们这边的生意 白雪一脸愁容地说道 你这话说的 我们不是正在商量吗 而且我觉得老杨也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老杨你觉得这个事该怎么办 两个人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 老杨看得出来 但是却无可奈何 老杨不说话 钟相辉心里在打鼓 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虽然白雪话说得很厉害 但是这些事情到底能不能实施也是个未知数 因为那样的话就是两败俱伤 老杨拿不到钱肯定会去上告 而白雪所用的手段损害了老杨的名誉 老杨肯定会恨死他们 你能给我多少钱 老杨终于顶不住房间内空气的压力 开口问道 这样吧 我也是看你可怜 但是可怜之人也有可怜之处 所以我就从山庄的账上给你支五万块钱 但是你一定要守口如瓶 因为这五万块钱是我给你的 既不是那位滕总给的 也不是镇政府给的 如果将来你要反悔了 我肯定会找人把这笔钱要回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 白雪问道 五万块钱也太少了 不行你再加点 老杨非常不满地说道 我话还没说完呢 给你这五万块钱是给你的现金 我还可以给你一份工作 这样吧 这是处理完之后 你到我山庄来打工 当个保安也行 或者是帮我处理一下后勤上的事也行 试用期每个月三千五百块钱的工资 试用期结束后涨到四千块钱 你要是愿意干呢 回去安排一下家里就来干 不愿意干拿着五万块钱滚蛋 你要是再积歪这五万块钱也没有 白雪说道 老杨文言一阵惊喜 因为像他这个岁数 再去干那种体力活已经赚不到什么钱了 而且很多工地都不愿意要他 如果能到这个山庄来上班 那就太好了 所以当听到白雪这个条件的时候 他心里已经同意了这个安排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等你签关于你弟弟的事情的协议的时候 我们也签一个劳动合同 你回去处理好家里的事之后 就可以来上班了 白雪说道 老杨虽然心里同意 但是他面子上还是有些过不去 于是假装说要回去考虑一下 白雪也没有拦他 直接就让他回去了 等到老杨走了之后 白雪看向钟向辉 白雪 没想到你还挺能说的 小嘴巴巴的 老杨进来的时候这么嚣张 被你三两句话就顶了回去 看来球员选择你当经理没错 能震得住场子 钟向辉说道 我照我老板差远了呀 这些都是跟他学的 而且早晨 我还给他打了电话 问问他 这是该怎么处理 刚才对老杨说那些话 很多都是他教我的 我觉得 我老板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女人 我照他十分之一都不到 白雪说道 说你厉害你 就是厉害 不用谦虚 行了 这事算是我欠球员一个人情 回头我会给他打电话 亲自谢谢他钟向辉说道 我觉得 你是该给他打个电话 他现在状态很不好 孩子刚刚没了 而且又被陈涛敏背后捅刀子 他心里一定不好受 但是他现在又不敢回来 这事该怎么办呢 钟镇长 你想想办法看看 怎么处理他的事情 让他回来吧 白雪说道 放心吧 你老板精明着呢 他的事情不用我操心 你也不用管 他心里有数 他如果想回来 随时都可以回来 他现在不想回来 就是在代价而沽 看看国内的这些人 能给他个什么样的好处 所以 他的事 你我就不要操心了 钟向辉说道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啦 这有什么可骗你的 他的事你不用管 好好把山庄给他守住 等他回来的时候 有个安身之地 这就不错了 钟向辉说道 钟向辉离开了桃花镇山庄 中午回去和滕南春见个面 当面告诉他 这里的事情基本都处理完了 而且也没超出多少预期 尤其是摆平了那个狮子大开口的老羊 这让滕南春喜出望外 因为这不单单是几百万的事情 一旦被其他几个人知道了 他们还会找他麻烦 这才是最要命的 这就像是头上悬着一颗雷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炸 每天都要提心吊胆 可能后半辈子生活都不怎么幸福了 老弟 这次的事情多亏你了 哥哥能记一辈子 滕南春握住钟向辉的手 狠狠地摇了几下说道 滕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哎 其实这次的事情能够处理得这么顺利 桃花镇山庄 现在那个女经理叫白雪 功不可没 钟向辉把上午和老羊见面的事情说了一遍 这个经过让滕南春都惊呆了 强将手下吴若斌 我当时第一眼见桃花镇山庄 那个球总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女人是个人物 不简单 在男人堆里找饭吃 而且还能混得这么开 不是一般女人能做到的 看看 她的手下都这么厉害 可见这个女人平时对自己的手下培养得到 滕南春说道 行 就这样吧 等有机会儿 我介绍你们认识 钟向辉说道 球员的事情和耿小蕊还不一样 球员手里握着一份让上面的人忌惮的名单 而现在又冒出来一本笔记 这两样东西如果找不到 不能落实的话 球员永远都不可能再回来了 而耿小蕊的事 只不过是普通刑事案子 和上面的人没有关系 只要找对了人 送对了钱 耿小蕊也很快就会没事 这样吧 兄弟 你刚刚到城关镇当镇长 有什么需要哥哥做的你尽管提 投资也好 赔钱也罢 我都认了 谁让你给哥哥省下这么大一笔钱 最主要的是 这块心病没了 滕南春非常慷慨地说道 对于滕南春的这番表态 钟向辉当即就拒绝了 这是自己的私人关系积累下的私人感情 怎么能够用在公务上的投资的事情就算了吧 我更不能让你赔钱 现在城关镇一团乱麻 等我捋清楚了之后再说 钟向辉说道 这样也行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去红山吗 这事处理了之后 你去捷肯定很想见见你 他这段时间都没睡好 就是心里一直想着这事 一旦闹大了就完蛋了 滕南春邀请道 那要不然先这样吧 等我去红山的时候找你 处理完手头的这些事 我就去红山一趟 反正也要给各位领导拜年 到时候我们再聚聚 钟向辉说道 因为现在刚刚帮滕南春处理完这件事情 立马就去建区申完 这有多少有些功力了 他想等这件事沉一沉再说 那也行 我在红山等你 兄弟这件事情就靠你了 等处理完这事之后 我和你姐都要好好谢谢你 滕南春再三感谢道 只要商量好了这些事情 签协议就是一句话的事 而且 滕南春的财务一直在待命 等协议一拿到手 他就立刻组织打款 这几位死者的家属 在下午就已经拿到赔偿款了 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 老杨他拿到赔偿款之后 接着也签了一份到桃花镇山庄 来工作的协议 至于白雪给他安排什么工作 那就是后话了 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钟镇长 这件事情总算是完美地处理完了 白雪看着签完协议的这些人 陆续离开桃花镇山庄 对钟向辉说道 是啊 在年前总算是把这个麻烦处理掉了 不过老杨的事多亏了你帮忙 我在这里替镇政府和滕老板谢谢你 钟向辉说道 嗨 这都是小事 我应该做的 钟向辉刚想再和他客气几句 但是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看向院子的时候 突然发现杨冠宇从一辆车上走了下来 他怎么来了 白雪也发现了杨冠宇 自言自语道 他以前不是这里的常客吗 这个时候来这里也正常啊 怎么了 钟向辉问道 我听老板说 这次他的孩子流产了 背后很可能有杨冠宇的影子 虽然还不能确定 但是这个坏家伙 肯定没安 什么好心眼 把我老板害成那样 现在还有脸来桃花镇山庄 脸皮真够厚的 你坐一会儿吧 我把他撵走 白雪说着 就要去门外将杨冠宇撵走 但是被钟向辉叫住了 你这里是开门做生意的 怎么能撵人走呢 再说了 他来干什么还不一定呢 你看 他到办公室这边来了 看来是来找你的咯 钟向辉说道 果然 就在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杨冠宇朝着办公室这边走过来了 而且快到门口的时候 还歪了一下身子 想要透过窗户 看看办公室里有什么人 接着就推门进了办公室 嘿 你们俩都在啊 杨冠宇笑笑说道 找我还是找他 要是找他的话 我就先走了 钟向辉指了指白雪 笑咪咪地问杨冠宇道 找他我能有什么事 我当然是找你了 我去了镇政府 镇上的人说你在这里处理事情 所以就赶过来了 怎么样 事情都处理完了吗 听说死了四个人 这事还没有闹大 怎么 你希望事情闹大 钟向辉开玩笑道 别扯淡了 我找你真的有事 要不然 我们找个地方聊聊 请坐 就在这里聊吧 钟向辉说道 杨冠宇抬头看了看天花板 又四周 看了一下说道 别扯淡了 他这里不是窃听器 就是摄像头 我们谈的事 请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所以你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们出去走走吧 钟向辉很想说自己介意 不想和杨冠宇再有什么牵扯 但是看他那样子 既然到处找自己找到这里来了 这话就非得说不可了 于是两个人到了桃花镇山庄的院子里 桃花镇山庄的景色还是不错的 两个人沿着山上铺的小路 在各个包间之间穿行 行了 这里也没什么人 你说吧 什么事 你不是去红山了吗 怎么还没走 钟向辉问道 你最近有球员的消息吗 杨冠宇问道 你问我球员的消息 刚刚白雪在那 你怎么不问他呀 球员是他的老板 而且我听他说 早晨还和球员通过电话 具体球员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我回国之后 就再也没和他联系过 你问我我哪知道 钟向辉说道 我倒是想问他 他也得告诉我呀 这个小妮子 现在一点都不相信我 所以我问他等于白问 杨冠宇说道 在澳门的时候 你不是和球员见过面了吗 你们直接打电话 联系不就完了 为什么这么点事 还非得拐弯抹角地 找别人打听呢 钟向辉明知故问道 这里那边有很多事 我说不清楚 不过我听说 陈涛门和球员 好像翻脸了 杨冠宇试探性地问道 何止是翻脸了 他们两个永远 也不可能在一块的 于是 钟向辉把陈涛门 和球员之间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了杨冠宇 并且一边说着话 一边看着杨冠宇的脸色 他想从他的表情上 试探出什么东西来 但是很遗憾 杨冠宇的脸色上 并没有钟向辉想要的结果 还有这种事情 这么说 球员流产的事情 是陈涛门导的鬼了 这个混蛋 他到底想干什么 杨冠宇愤怒地说道 钟向辉看着杨冠宇的表现 他心里也在打鼓 杨冠宇的愤怒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难道自己猜错了 杨冠宇和陈涛门之间 没有关系吗 钟向辉不想参与 他们之间的事情 所以把这里面的事 大概告诉了杨冠宇之后说道 其实你们之间有什么事情 完全可以打个电话联系一下 说开了就完了 而且球员刚刚流产 他很需要你在他身边 如果这个时候 你能去陪他 我觉得 你们之间的事情 可能还能挽回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出去 再说了 我也不想和球员有什么关系了 既然孩子都没有了 我还联系他干什么 而且 他手里有名单 很多人都基于那份名单呢 我如果去找他 说不定很多人 就会把账算在我身上 我才不当这个冤大头呢 杨冠宇说的要多现实 有多现实 没有了孩子 他就不再去找球员了 而且还怕球员的名单 会给他带来麻烦 把他带来